快胎用性度上是 確診這個新制度 今天開始來試試 有三類的民眾來使用 第一 當作三天的旗家嫁禮賬 第二 當作四天的祖祖宏役賬 第三 當作七天的旗家減役賬 透過的事情 由醫師來認定是不是確診 但是 已經確診在自己的家裡 在旗家照顧的犯者 也是要透過視診 診療 看醫生提供 所以病醫這邊的工作量 又大大來增加 台北主席病醫說未來 會把快胎用性 要破壞確診的犯者 跟這個旗家照顧的犯者 分流來確診 民眾男士小位這三類吃 如果快胎用性 也要把他們問診去做PCR的採檢 所以你有比如說同住的家人 有確診的狀態嗎 是的 今天開始 旗家計理 組織風雨和旗家減雨 現在快胎用性就是確診 不過最難認定的就是新婚 有辦法請你提供 比如說像戶籍藤本之類的證明 可以讓我來看 您跟您說這位女士 對他提供 證明自己和確診者住在一起 他所賣在刷中 再一次刷中 甚至都殺出來 這三種人 快胎用性可以透過健康EU app 衛生局的安排 這是自己在便宜掛好 在刷中 讓醫生看診 網路看診的東西 也會做新婚的認證 會請患者在減染 指責 審命 審和時間 便宜 這邊也會非常做記錄 知道你是用性 對通報團體系統 在做完這個快胎量的確診之後 那我們會請這個民眾 在我們視訊的當下 把這個快胎的 比如說這個板子的部分 就是剪斷或是折斷 那第二部分的話 就是這些民眾 他可能有些是感冒的症狀 要開藥 喉嚨痛啊 咳嗽一些不舒服 那我們可以開禮 這樣看診 一個患者才會就要用十五分鐘 到二十分鐘 需要醫師看診 更正用性患者 大概這樣便宜的三下過 有四個人 那接著下禮拜 我可能八個 或者是二十個 當然我們有一些是堅韌的看 因為在這個時候 因為正常的門診量也會下載 除了需要較前 那是優勢的患者 記得照顧的患者 別有什麼看診 所以未來會幾位患者的新聞 各別開設門診 好便他的感染 不會太過頭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